为什么俄罗斯这个时候将暂停向中国交付第二套S400导弹系统,尽请关注 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总经理亚历山大米赫耶夫近期在媒体采访中表示 由于中国近期疫情严重,为配合中国政府和军队的救援,暂停向中国交付S400防空导弹系统 相关的人员培训计划也已经全部停止 据欧美报道,俄罗斯安泰集团已完成了这套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和测试 原计划2020年初交付中国,之前第一套系统于2018年7月完成后交付中国空军 中国空军结装的一个低空导弹营和军工技术人员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对其进行了测试 导弹系统表现良好,完全达到了中国军方的要求 虽然外界无法得知这项军火合同的全貌 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空军订购了6套该系统,以装备中国的6个独立导弹营 这也是中国空军继引进一个团的苏35后对俄罗斯的最大的军火订单 由于优异的纸面参数性能,加上媒体的热情炒作 S400系统已经成为了国际上炙手可热的防空导弹货架商品 其出口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白俄罗斯等国 另外还有大量国家持币代购,如越南、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 S400的出口甚至在不少场合成为国际政治局势的风向标 如土耳其的S400订单,牵扯了多方利益和争斗 以往只有战斗机和潜艇这样的大件才能在国家间有着如此之重的分量 这自然与S400的超群性能密不可分 其先进的相控阵雷达可全年后监测600公里的大空域 配备的40N6、48N6、9M96可以承担从远及近的三层防御圈 具有极强的独立作战性能 最远400公里的攻击范围对很多国家而言可以覆盖到邻国的领空 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地空对抗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一直缺乏远程防空系统 却处于观望状态迟迟不购买 但在确定中国空军购入该系统后 印度迅速与俄罗斯签署了5亿美元的合同 购入5套S400防空系统 总经理米赫叶夫在接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透露 交付印度的S400也已在生产之中 将会以每年一套的速度交付印度 2025年全部交付完毕 然而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过程中 一直坚持自主和引进并局 两条腿走路可以至少保证在一定的时间线内 至少有一样装备可以形成战斗力 这对于海空压力日渐增大的中国军队而言 是迫在眉睫的事 可以肯定的是 中国已经在开发比红机9性能更为先进的防空系统 但本着分担风险的原则 引进S400系统可以保证一旦国产武器延期 能及时先以进口装备形成有效战力 这也是中国在军事现代化进程中得出的宝贵经验